这里的日本尊鱼可以随便钓 今天咱们给日本老板上一课 大家看一个人钓一天只需要230块 钓尊鱼用的是这种鲑鱼籽 25块一盒 这么破的鱼竿租一下也要25块 不过有一说一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好 咱们先拿两个鲑鱼籽挂在鱼钩上 大家看这尊鱼就在眼前 咱们先把它钓上来 这根本不上钩啊 我认真数了一下 这水里就这么两条鱼 三个人围着钓了一个小时 啥也没钓到 这鱼场也太坑人了吧 我严重怀疑这鱼是喂饱了才扔进来的 正想和老板理论 没想到他们竟然直接开始放鱼了 这也太好钓了吧 这刚钓上来的尊鱼还可以直接在这里吃 但是加工费还有一条鱼10块钱 日本当地人都喜欢盐烤和唐阳炸的做法 咱们都尝尝 油炸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嫩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盐烤的这种吃法 他们日本人都是蘸着这个又酸又咸又甜的三杯醋 非常爽口 今天两个人钓了一天 一共钓了13条尊鱼 大家说我钓回本了吗 加油推荐指数